想要接受马桶水 听说只要在水箱里放宝特瓶 让储水空间变少 就能减少每次冲马桶的用水量 但你有想过 其实真相不一定是这样吗 这样省钱 感谢今天 Hello 大家好 我是子涵 有网友觉得 放砖块或宝特瓶 让水箱储水变少 这样选水有什么问题吗 但同时也有人说 no no 水量变少 要是这样冲不干净 要多冲几次 这样下去真的有省水吗 听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两难呢 想要省水 这水箱里的宝特瓶 究竟是放还是不放好呢 针对这个问题要来告诉大家 其实在水箱里面放宝特瓶 只能让2015年前出产的传统马桶省水 那如果跟很多人家里都有的 二顿式省水装置比起来 其实也不一定有比较省哦 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两种装置 各自的冲水量 一般的传统马桶 每次冲水至少是6公升起跳 而二顿式省水装置呢 可以将出水量分成大号的6公升 跟小号的3公升 如果是把宝特瓶放进传统马桶水箱 则会因为放进去的容器大小不一样 来影响出水量的不同 那假设今天的目标都是以冲大号来看 如果是二顿式省水装置 按压一次大号 没有错就是6公升 那如果是在传统马桶里面放1公升的宝特瓶 每次就可以少1公升的水 也就是至少耗水5公升 但如果是冲小号的话 二顿式的小号只要耗水3公升 但传统马桶水箱放宝特瓶却一样只能冲5公升的水 将下来反而就是二顿式省水装置可以省下更多水了 说到底其实除了出水量 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 如何用最少的水来把马桶冲干净 这样来看使用二顿式装置来冲水其实会更有效率 针对当下需要清洁的程度来调整出水量 而不是在水箱里塞宝特瓶 结果要多冲几次才会干净 有效减少不必要的冲水次数 才能致阵兼顾清洁与省水哦 当然最棒的省水方式 还是要以每个人家里的马桶款式来进行调整 像是传统马桶的部分 除了加装二段式省水装置以外 你还可以这么做 按压一次马桶冲水后 用手或者是一字起子来调整螺丝 手动调整水箱水位 另外并且检查止水皮的弹性跟密合度 来防止马桶漏水 这些也都是省水的好方法哦 你还有听过什么关于省钱赚钱的说法 但不确定是不是对的吗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爆瓜哉 让我来帮你找答案 也欢迎点进问卷 分享你的意见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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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